对于近日有关媒体报道 Blogpink会将于6月发行新专辑的传闻 YG做出回应表示 Blogpink的回归日程还没有确定 对于6月的回归 很多人只是那样推测而已 详细的日程出来后将正式公布 此前 珍妮出演YouTube频道时 曾表示马上就要回归了 请大家再等一下 引起网友们关注 对此粉丝们也纷纷留言 好吧 现在6月回归的可能性为零了 所以YG的意思是 秋天或者是冬天 会拖到冬天吗 YG说 Trader要在4月份开始后续宣传 但是4月份马上就要快结束了 YG还说 Icon和Vinor都在5月份回归 他们能应付这一切吗 估计Blogpink的回归会晚到 你想不到 YG别拖了 要不咱们明年回归吧 真的好久没回归了 确实要回归 到时候回归呀 两年都不回归 只说有什么用 反正一直都在准备回归中 据悉Blogpink自发行的EmberEly 再未回归 不过程缘Jenny Rosea Lisa和智秀 队友通过个人活动 表演和娱乐等方式 在各个领域的粉丝见面 爱的寒舍 梅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